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现在的学习已经不是单一的从老师可以学到 你现在的学习已经远超过课堂 课堂可以教给你的真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它教给你的是一种方法 那么年轻人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视野开阔 不一定要100%的到国外去 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是因为你要跟人接触 现在的社会大家习惯依赖电脑 那么反而电脑比人脑接触了更多 那它带给大家的一个风险 就是科技把人性拿掉了 那么所以你要回过来 让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热忱的话 是那个跟人接触的能力 那个不被机器人取代的能力 那个手握住彼此有温度的那种能力 这是机器人做不到的 这是永远对人跟人的接触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有热忱以外 而且要懂得表达 懂得沟通 懂得倾听 那么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知识自己萃取得很清楚 才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国家的定位也好 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好 找到产业的定位也好 都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 年轻人必须要了解 就是在世界这么样长远的 变化的这个场合当中 其实我们都是只是在阶段性的 在面对不同的挑战 那么只有你在重复 重复自己看到的社会的问题 然后自己要让自己 随时让自己保持一颗 那个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到我75岁仍然有 那有些人可能35岁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到35岁或者是25岁 你找到一份工作 就觉得我就一辈子 就做这份工作 你已经死亡了 你已经完全没有那种动力了 所以找到动力 是我对年轻人最忠心的忠告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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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